好似這個壺,它裏面全部是油 這個蓋子當然是容易 但是它這裏的倒油是倒得很精細的 這裏環形,它沒有半點過了 還有咀這裏是最難倒的 但是它似乎是外面這個油是後落的 裏面這個油是鮮的 所以你一看它的油在嘴上 深色的部分是蓋上淺色的 即是深色的油是後落的 所以落油的先後 對那件製成的器皿都有一個關鍵 它要這樣做,做到這樣的形式 還有它下面有很清楚 Mikasa,日本的名字 這些也可以上網查一下它的產品 我相信它是它的風格 好了,陶瓷這部分 到這裏暫停 就是因為選了蘇魯斯那篇圖迷在中國文化的啟示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你可以借我這份文化回去嘗試 不過它裏面其實是用這個 河陶樂書 講到這個器皿、營製 背後的文化意義 然後再引申出來 中國人很多這些事情 上次跟大家講論語都知道 幾個文字一路到現在 我們成為一些口頭的 日常生活的評論標準 這個人是君子 於是你不用解釋君子是什麼 你一講君子 人人都知道君子是一回什麼事 即是成為一種文化上面的標籤 這樣 ok 接著我們講 我介紹給大家 請問問 紫砂茶壺和陶瓷是怎樣的 紫砂是泥來的 本身是泥來的 做的形式也有拉配、有拼快 我覺得紫砂的泥質是超幼滑的 是很幼滑的 所以它裂製的過程 和拆空氣出來 它要做得很到家 越是精細的紫砂茶壺 裡面的氣泡越少 硬度越高 我的感覺 當然沒得考證 你真的要試過它 試過它才知道 其實之前 很多年前 我也有個親人問我 不如你來Brisbane賣紫砂壺 反正都應該沒有人開當賣的 就是這樣 它是直接在紫砂壺的廠裏 在浙江那邊拿出來的 但是我想到這裡的市場 是真的很有限 還有外國人 他們對紫砂壺是另一種看法 這麼小的時候怎麼摘水 第一個挑戰就是怎麼摘水 沒有辦法 所以我就取消了這個念頭 有想過的 做紫砂壺在這邊 能不能夠成一行 試過在RunCon下面 有一個冥茶的店 不知道它後來為什麼 慢慢又不見了 等等的形式 接下來就是和大家講講 一首陶淵明的詩 是榮木 這首詩其實就是引發了 裡面有幾個故事 我逐一個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就是講講 陶淵明這個詩人 大家知道是東進時期的 我先拿一份Hand out出來 因為我沒有幻燈片 所以就是這裡有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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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詩給大家 作者就是陶淵 或者叫陶淵明 它的字 這首詩是有序的 有序然後又有四組的詩句 它說 榮木念張老也 日月推遷 以伏九下 衝國民道 白手無成 總國也都 我們以前老師教讀 衝國 都一樣的 衝國 中國 中國 總國 民道 意思就是講 那些獸仔的頭術頂的兩個計 詩的內文就是 《彩彩榮木》 結根於之 神要其華 直以喪之 人生若記 潮水有時 正言恐念忠心彰義 彩彩榮木 於之托根 繁華朝起 蓋無不存 精趣猶人 禍福無門 非道學意 非善是敦 遮如小子 品之固留 追連記留 葉不增舊 至彼不捨 安此日赴 我之懷疑 坦然內疚 先詩遺憤 戲如起之罪 四十無聞 詩不足為 毅我明居 賊我明替 千里須遙 熟感不知 這首詩本身 就是 陶淵明在《晉宋》之間寫的 他是為了感念自己的衰老張志 而表達了一種自強不適的工業追求 詩人由朝到夕 早上開花 黃昏的時候就落的這些花 木槿花 紫色的 就像我們那些 那些 那些 開一天 太陽一出來就開花 其實我們火龍果的花 當然開幾天 最少兩三天 但也是太陽出來的時候 它開得很漂亮 那些花 它說 是詩人看到花 由開到落的那種聯想的感悟 這裏有四張的詩 我們先看看那個罪 那裏 它寫的時候感念自己的日月更替 是時光的流逝 對木槿花開的盛夏 所謂以復九夏 日月推遷 以復九夏 就是由它變遷裏面 整個夏天 九夏的意思 三個月一個季度 有九十天 這個夏季的時序 那些小孩子聽聞了這些道理 聞道 衝角聞道 小孩子聽到的時候 接受了 就是說 其實是講私人自己 他自小接受了這一種 當然在陶宇明的心中 在當時的社會 是這種漁學的道理 他說接受了這種漁學的道理 轉眼間 又到了自己 隨隨老耳的那種的歲月 他說 在內心裏面那種的唏噓 是可以感受到出來的 現在頭髮斑白了 最主要就是 在他們當代人來說 可以被禍就是被禍的了 就不講成就了 自己的成就怎麼樣 不是一個重點 也都不考慮到自己有什麼成就 OK 採採採榮木 採採一種的謀成的樣貌 他說這個植物的開 那種燦爛的情景 是結根於枝 你看到他這種花的 由開出來的情景 直到他生長 看到他在泥土裡的紮根 神耀其華 這個華即是花 在早上清晨的時候 開出了嚴厲的花 直以喪之 到日落的時間 那個花就已經開完了 就縮下來凋零了 人生若記潮水有事 他說一個人的一生 其實也是這樣 就是一起一合 一掌一面 看到人生的變幻 在這裡 詩人也感受到 歲月不饒人那種的情景 他自不然就聯想起出來 他說自己終會有一天 是猶盡登呼的日子 於是想到自己的人生路 心裏面是惆怨的連華 而消誓的 第一節裏面是點出了這件事 第二節裏面 他說 當在夏季木槿花盛開的時候 彩彩榮木 於枝托根 他說 他的紮根又深又長 植物就是這樣的 你的根有多寬呢 看到上面的葉有多寬 他的根很寬 他上面不會有幾塊葉的 通常 他的根的廣布 和葉的廣布是正比的 挺有趣的 還有 樹有多高呢 他的根基本上也有這麼深的 所以為什麼 例如芒果樹 一到夏季芒果樹 很多人在家裡都會怕的 為什麼呢 因為芒果的根 如果他長得很寬 遮到你屋頂有陰 你不要高興住 因為他的根也去到你屋的腳 所以你要很小心 種芒果樹 我不知道的 是那些鄰居 澳洲本土人 告訴我 他說 你這間屋千萬不要給芒果樹 種得太貼 一貼的時候 分分鐘他的根一生 就逼爛你牆了 所以要很小心 他說 繁華朝起 蓋霧不存 一早的時候 那些繁華 那些花 那些花 是露放的時候 到黃昏的時候 竟然沒有存在 他說 堅精脆弱皆有志 你看到他 和福無門 精脆猶人 你怎樣去把持這件事的時候 是會看到你自己將來的個性的發展 那種禍那種福 是不得別人的 是你自己去做的 屠冤明 寧可躲在茅廬 不肯出事 就是一個道理 是你來的 所以他說 好像一些聖言當道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跟從他 因為看到 勤勉 是作為我們自己善的本心 非道學衣 非善是敦 遮如小指 唉 想想你這個 這個人 無德無能 其實是自我一種反省而已 想之故留 他說 我自己 那種的固執 那種的 毛 模式 的 不懂人世的 這種 個性 是天生出來的 那 是不是天生呢 當然是跟你的成長有關 每一個人都 追連記留 葉不增舊 他說 歲月匆匆的流逝 而自己的 所謂 槍下虎毒 得回來的東西 竟然沒有增益 這樣 這個是私人的一種 的 謙虛 來的 其實他所說 就是說 我本身是立志 是希望 是 以勤保絕 是去求得的 但是 誰知道 這種 這種 細菊 這種 風氣 不到你自己 唯有借酒消愁 這樣 所以 每想到這個 情景的時候 自己的心就不舒服了 也都慚愧自己的蓮華 是腐朱流水 所謂 我之懷疑 坦煙內疚 先師為訓 這是指他儒家孔子的 一路傳流下來 對我們人生的交道 他說 他說 如起之罪 他說 從來未曾放下過 罪 沒放下過 事事在心裡 未曾有一天 是不想起的 四十無民 現在來到四十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華 他說 來到現在的時候 我竟然 什麼都沒有做過無民 其實是指他沒有功名 這個原因 陶宇明是不肯出事 第一知道那個細局的混亂 這個當然跟他的背景有關 當時 在東進 這個安帝元興三年 404年的六月 當時 陶宇明已經四十歲了 持官歸故禮 公耕南陽 他的時進的心 但是仍然都在 在四十三年十二月的時候 這個緩元在建康 即今天我們的南京 就散東進帝位 千進安帝於沉陽 今天江西的九江西南 在元興的三年二三月的時候 樓宇又起兵勤王 收取這個京口 即今天的鎮江 廣寧 進一步佔南京 緩元就要逃走 不然就殺了他 於是協助盡帝走江陵 到湖北 他說這個時期 陶宇明剛剛居住在柴桑這個地方 在他的經理老家 在他自己的老家裡住的 看得到私人的心 他說這個時候 你可以看到他內心那種鬱結 但是他想進取 但是看到時局的混亂 他是沒有辦法可以做到的 他說工業之志始終在 但是沒有辦法可以做到 所以四十無問 思不足為 這句說話 時時看到他的心裡面 是那種的 憧憬於自己的前途 但是奈何現實裡面 又令到他沒有辦法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所以有採谷東尼夏 又延建南山那種忍者的風範 看到他以避世為他當時的一種態度 希望不要捲入這些鬥爭的漩渦當中 也承傳他自己在漁學裡面紮根的心境 在詩裡面也表明自己那種敦善之心 你可以看到 這首詩其實是接近他在夏季 將會去到劉豫作為一個鎮軍府的參軍 但是還未去的 還未去的時候 所以他在做參軍之前 他自己要想想自己的事情 想想自己的心態、心境 所以有這種作品的出現 當然這首詩本身是不消極的 作者仍然有那種勤奮的心 有他進取仕途的力 OK? 講起這首詩 又講回我老師 我老師在這裡有一塊牌點 就是我老師寫給我的 我掀起一塊布給大家看看 得不齊? 我已經準備好了 可以掀開的 那就是得得不需要 大家到時可以看一看 我搬出來 搬出來 擺上去上面 我想就來這裡 這是一個人 要搬出來 要搬出哪裡 先坐這裏 OK 可以嗎? OK 很穩固的 《敦善流》 就是老師寫給我的 老師很可惜在香港回歸那一年 乘學西去 這個就是在六四前後寫給我的 六四前後 其實在香港 我們一班讀書的年輕人 他們召集了我們來 成立了一個詩小組 不是很多人 這本就是我們功課的緝印集 總共有十個同學 十個同學 很少人 我是最後一個入組 所以我的作品只有三首 而且只有三圈都拿不到 真是醜死怪 不過我不覺得醜 因為我一向寫作詩是比較一般的 沒有詩人這樣做得好 哈哈哈哈 這裏就是上次讀書好友 有問到蘇公的詞 這裏是把我們的詩寫成的詞 這裏有一集在裏 我想每人送一本給你們了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因為都沒有了 現在這些節目緊傳 麻煩傳下去 不夠我再傳一些 大家可以看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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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来印的 还有一堆 哪位未有 当时我们有一个定时 大家聚合的 隔个月大家聚合 交作品 因为全部都是在做东西的 教书比较多 也有从事医学的朋友 在做工业上的朋友 我们这十个人是集排军 各行各业 有些跟了老师很多年 他一直不是很招人 等了很久 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有一块牌匾 老师是逐一个个写的 他刚刚读到《徒师荣木》 大家留心看看那首诗 《徒师荣木》是在第三段里面 我看看 第二组那里 最尾那句 《非善是敦》 他就倒用了敦善作为流 就变成了敦善流 那有什么好处呢 先说好处 拿了这块牌匾 就不是用来耀武扬威的 麻烦你在自己的桌子上 钉上去 天天蹲上去读书 老师的心愿就是这样 所以 我有敦善流用尖 用来写的 这是我很多年用的稿子 由香港一直用到这里 这么小的 是的 600字 我写的时候 就规定自己的用字数 迫自己去写东西 老师的意思 老师的文写得很好 他的文筆是很好的 诗当然 我们看他改 我们一路学 一路改 一路学 就把我们这些不成器的人逼上去 慢慢慢慢 你跟得老师多 自然就要学出来 这样 不经不过有几十年了 回想起以前的时候 被他教导的日子 真的觉得自己也不生性 不懂珍惜 现在想得到那些日子 就很难了 不过 还有一块东西在家里 天天提醒 老师读到行 所以 挺有趣的 人生在岁月上的转接 我移民 我跟内子说 第一件事 千万不要弄坏 玻璃 玻璃是六四前弄的 玻璃箱 一直到现在 后面的贴纸已经散了 等等 我人生有五个老师 是很受惠的 不妨在这里 有多长时间 可以的 因为我浪证就完 梁先生 今天应该很快 提早可以收 我第一个老师是没有读书的 在赤柱坐了七年牢 我上次跟大家介绍过 我很早期出来做事 我在船路上做的 做烧汗 所以就是 风、电 全部都做齐 是只在水底 那时候太小 不准穿潜水衣 水底汗 要穿潜水衣 在下面 不可以就这样烧到 那时候 碰到一位 做苦力的 孤雷 他可能会见我 小孩 又听话 朝早 我只见他15分钟 就是10点钟 如果在黄埔生活过 有朋友都知道 黄埔旋路就响起 很大声 整个区都响 那个时间 就是喝morning tea的时间 我十点静 我就会买一杯咖啡给他 一个椰子 一杯咖啡 如是者过了三年 总之星期一到星期五 星期六不用上班 所以船路挺舒服的 每天一句 他会露面 他会在我耳边说出 我做人应该是怎样的 很感谢这位 我现在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 几十年了 那时候我是十三岁 十二三岁 很多年前 然后就是我小学六年班的老师 这个老师叫林隐山 他其实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中文秘书 这个屯门的洪流 上面 我不清楚其他老师说 应该有他的墨布 他后来八十多九十岁 就去了美国在美国祸身 那时候他逼我们一样东西 谁读书读得好的 就帮他手改作文 改完之后 十二点正在上环下去喝茶 最初有四五个同学 有男有女 西夏又走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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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剩下我这个蠢子 就坐在那里和他改 每一次收作文回来 只有两班六年班 四十多人一班 就是一百分钟 和他改了 改完之后 早上很早 八点七点多钟 就去了青年会 必烈者士街的宿舍 上去他的房子 他在宿舍住 上去他改到十二点 就跟着他拔着三美 去上环喝茶 如是者 整个六年班都是这样 得益很大 自己不懂的东西 一看到你改得不对 就说你一句 看到不对 又说你一句 这个老师也是影响自己很大 虽然一年时间 但是很宝贵 第三个老师 就是我夜校的老师 陈礼仲先生 在圣保罗男女的中文教师 他本身以前是 南洋日报的总编辑 之后去了香港 入了圣保罗男女教中文 他其实不是很夜校 更加我们整天都是黑眼睡 他都懒得去理 不过呢 他逼你 就是 偶然就走过来 不出声 我整天打一打 然后又继续读 就是旧式的中文制度 其实有很多书是要背的 我们作为一个夜校生 都要背书 赤字不漏 这个是得益与他 那时候有大学中庸万子论语 全部齐 在中午那一年 我们那时候是要六年做的 所以我们在六年班 在五年班 即是下学期 就读中午的东西 去到六年班的上学期 然后六年班下学期 就粗考试的东西 是做得相当好 后来我回去成教组 教夜校的时候 他送了一套他的专注给我 亦都得益很多 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平水 在夜校里面 其实他有中文堂那一晚 就是怎么管 就是这么多东西 一班四十人都懒得去理 那么多东西 但是又是这样的 这个是其中一个老师 另外就是何淑慧老师 就是我拿到《华调日报》的一年的 平生人唯一一年是读中学的 就是那年拿到《华调日报》的奖学金 才有机会坐在一间全日制的 英文中学 读了一年 就是叫做兼岛英文书院 刚刚那年何淑慧老师进去教 就是教正我那年 现在他还有一个同事 在这里 八十多岁 经常问我 喂 你知不知道何老师走了 我弄了头 我说不知道 你快上网查吧 他有空就追我了 之前几年 他都经常跟我在枫林喝茶 这个老师 念念不忘 他是教我Physics 这个老师 我很记得他 因为我只有一年读Physics 和Chemistry 就是在那年读Physics 的时候 就是这个老师教我的 他就介绍了一个同学 给我认识 这个同学 就是英王 是在水街 英王中学 是在西边街 介绍了英王一个男孩 他说不如你跟他读 你这样读Physics 你很难读 我说怎么跟他 行了 我叫他联络你 电话联络 我就拿着他的笔记 一起去读Physics 结果中学会考 那年考英文的中学会考 我的Physics 是F 跟他一样 大家都F 就是这样 我的Chemistry 就是知道 为什么会知道 就是因为 我姐姐在性心读的 她教化学的 是一位女儿的 她只有中文的Syllabus 我就拿着她买中文的Syllabus 来读 就是这样 如是者 读了一年的 中文化学 英文物理 所以 中文的化学 就是知道 因为没有实验 根本就完全不知道 那些 只是拿着 日背夜背 日背 記住那些东西 但Physics 就真真正正 懂得答问题 辟是非 在这里要说感谢主 真的 一生人 真真正正的一年的中学 就是这样 然后 在新亚 就碰到 蘇老师 三年 我都有 她的课 离开了之后 一直在外面 浮游四方 真的 外面 社会完全不同 再回去 老师 就很有感受 所以 就是 最後 我找到去 私小组 她 在我 走之前 就给了 一个牌照 就是这个牌照 我 農曆年 的时候 我抽到一对 对戀 在家里 但我没有带回来 我最喜欢她 就是用 甲鱼丁 甲鱼丁 子丑人某 十二干支 是写成了对戀 再找同学去评注的 这些对戀 当然她写不完六十架子 写不完 因为 只不过是十年八年的功夫 所以 写了有十几个 评注很好 真的读她的 是可以学到 OK 好了 那 老师的东西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接着就是我下一位老师 就是 何苏惠老师 何苏惠 这里不再介绍了 我又印了一点 大家在利用这些时间 欣赏一下她的 换怀苦迹的淫重 其实 蘇老师都有的 不过我不放蘇老师了 只是放何苏惠的淫重 麻烦 换怀苦迹五首 了 哦 写得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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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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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